一年一度的蘋果開發者大會 再次以線上舉行 從發布新一代的iPhone系統iOS15 再到FaceTime功能大升級 不過重磅焦點 無疑是蘋果這次推出的強化隱私功能 不過蘋果的隱私服務 新功能在中國白恩羅斯等10國 卻沒有辦法使用 根據路透社報導 由於中國境內營收 佔了蘋果全球收入近15% 因此蘋果決定不在中國推出這項新功能 是對中共審查制度又一次妥協 其實2018年 蘋果就曾經為了配合中共的網路安全法 轉移中國用戶iCloud數據的數字加密鑰匙 允許當局通過國內法院來獲取訊息 而今年5月紐約時報更揭露 蘋果配合中共言論審查 只要應用程式存在天安門廣場 藏毒等議題就會被下架 即使蘋果不斷聲稱隱私權是基本人權 但在中共的監管壓力下 蘋果的次次讓步 讓中國用戶的數據處在極大風險中 新唐人亞太電視照片林家瑋整理報導